各位辛苦的學員 我們想請教陳老師 他對我們的生態 那我本身是入港 入港保安解說老師 也目前在理中科大 在林鄭島訓練 所以您剛提到的旅行生日問題 我都OK啦 只要大家想要 因為我專門在訓練考照的 不管考不考照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基本的認可 專業老師有很多的專業 那如何給他做現實的接觸 那全省 我們也是很多在辦戶外教學的等等 這些技術方面 我們應該都是可以來執行的 那我以前兩個禮拜 我帶著布袋的村里長 10台車 然後他到我們入港來 所以我們是 一下子發動了 可能就要10位 然後很快兩個小時 裡面就送了1500塊 你就可以輕鬆落袋了 好 這個已經是我們常常在執行的 那現在呢 我們想要請教老師 因為我們也是前兩個禮拜 遇到一個百年難得一見的危機 這個沒有下雨 竟然入港老街會淹水 好 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議題 就是老師談到的那個沙塵報 然後把我們那個砸 砸砸砸全部都 那個卡住了 所以呢 水沒辦法運作那個水砸 然後水全部從水功冒上來 對 好 那老師說 即將可能還會有很多的這個演變 那是不是請老師用更專業角度 幫我們分析一下 好啦好 嗯 一樣的要告訴你那個淹水油會變成常態 會欣賞的發生 所以原則上就是這邊的居民要去適應這種環境的變遷 所以搞不好入港也要變成台灣的維尼斯 那種前代 就是你不要去對抗自然 你要去適應 調適他 那這個情況未來為什麼會越嚴重 就是將來彰化的朝間代還是會縮減 只是他沒有像雲林因為他抽殺照路那麼明顯 因為左水溪的輸殺量有超過百分之六十七十是往北送 往北送因為那是沿岸有的關係 台灣的沿岸有北邊往南南邊往北在 這個如果是比較個人性或就是區域性的問題我們等一下再試一下 我們這樣才會節省時間 但是我這邊回答一個共通性的問題 我們人類過去一直在用統一性一致性 或者長久性的事情來解決問題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面對的環境 這個變動性非常大 而且差異性非常大 所以過去的很多的想法 在未來都要面臨很嚴重的考驗 尤其是當我們過去把很多很複雜的問題 我們把它簡單化 以為一個萬鈴丹之類都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再剩下一個很大的特點是 不會馬上產生問題 它會延續了五年十年 甚至二十年三十年 像我今天跟大家說的 這個檜木林砍花了以後 它要產生問題的時候 要根開始爛的時候 像很多都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現在目前就需要是 當我們對當地的環境越來越清楚以後 我們越能夠掌控的時候 我們所做出來的事情才可能越正確 那現在問題就出在我們過去四五十年來 我們都把人家國外發展出來的東西 全部移植到台灣這個地方 而不管台灣整個運作方式 所以如果要讓這個問題以後慢慢減少 就是要當地化、在地化 當你了解以後 你所做的事情才會符合它的狀況 那這是我們生態的最根本的 那個靈術跟運作方式 好 謝謝 那我們還有沒有朋友要